最近某机构出入了一份研究报告 里面写的是我国的交通堵塞越来越严重 而导致交通堵塞的原因 有三成是由于不好停车导致的 更可怕的是停车需要排队的情况高达五成 主要的停车难一般出现在人口流动大的地方 比如医院这类 为什么会停车难呢 原因很简单 车多车位少 前些年停车难一般都是发生在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 比如北上广之类的 但是由于近几年的经济发展 停车难的趋势更是向内地发展 这份研究报告就指出 在中国最难停车的地方是成都 小编是成都人对成都有着独一无二的情感 有人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而小编觉得成都是一座整天都在堵车的城市 不管是下班高峰期还是周末 甚至是在工作日的上班时间也会堵车 唉真的是心累啊 2017年我国传统停车位超过了8000万 但是面对2.8亿辆的汽车 停车位还是很紧张的 有学者预计到了2020年 中国的汽车保有量可能会增加到3.7亿辆 到时候停车就会更难 有网友表示自己在成都 每天都是开车回家 把车停在小区的停车位 然后叫一个滴滴出去吃饭 因为停车真的是太难了 小编倒是觉得这位朋友还真的蛮机智的 要想解决停车难这一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要多建高科技停车场 更好的利用空间才能实质的解决这一问题 那么问题又来了 到时候有科技含量的停车场 它的停车费又会有多高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